对不起啊 刚才 真的是我误会了 作为律师 我必须要警告你 你刚才那样的行为 属于性骚扰 不对啊 怎么感觉 是你明明暗示我的 嗯 你别想舍过 我想提醒你这儿 嘴巴是脏了脏了 你现在这样划了一个花的 找我去 查一下 怎么你也回应我了呢 那好吧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那可不行 那也就是说 我以后可以这样了 我要跟你签个协议 协议 嗯 甲方林欣然 乙方江夏 嗯 嗯 第一条 上班时间一定要错峰出行 免得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同意 嗯 嗯 第二条 上班期间 我们不论大小事 不论大小事 都有甲方意见为主 乙方 如果有任何重大决定 必须告知甲方 不能出现今天类似情况了 当然同意 第三条 嗯 乙方 无故 不得与甲方 产生亲密的 肢体接触 等一下 也就是说 下班可以了 谁跟你说的 嗯 嗯 第四条 第四条 乙方的收入 全部交由 甲方管理 然后 任由甲方支配 对 那不行 为什么 我要存零用钱 给你买礼物啊 我可以发给你 所以反对无效 同意 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说吧 第五条 嗯 甲方要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想着乙方 而且脑海里只能是他 那乙方呢 当然也一样喽 同意 该这样吧 你的口红特别甜 对 当然口红特别是限量版 何止甜 还很难买到呢 生肖 怎么啦 怎么了 忘了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教你 伸出你的食指 勾住我 大拇指 改张 啊 啊 张那么大嘴 刚才那个手指是什么意思 啊 一个 很重要的意思 很重要的 看你这么善良的事上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 你的脸上 有个唇印 啊 好了 好了 我帮你擦掉 别擦 为什么 我要留到明天上班 那怎么行 你不洗脸吗 不行 你必须擦掉 我不要 明天同事看你怎么办 我不要 你给我擦 我不擦啊 你看你一步好了 不擦 给我擦 你既然 你知道吗 我想要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想问我想问 嗯 别看别看 卡住了 算了算了算了 别看别看 唉 嗯 唉 誒 嗯 明天上班要怎么办呢 带着口红去啊 感谢观看